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 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 敬請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黃昏六點到八點 吳辦高森 彈球均真 啤梨漫步 節目主持人 啤梨 林匡正 詞・作曲・編曲・編曲 李宗盛 詞・編曲・編曲 李宗盛 鄭家瑜伯 審議 郭文貴議員 那麽奇怪 不要緊 回來了 美國佬真的很懂得做這些公關 這些記者可以搭這些戰機去南海 去看列根號 真是很難得的經驗 尤其是我們看開頭開幕的那段片 我以為我們在看美國的荷里埔製作 那麽後我們當然不是在說這些 我是在說如果馬來西亞有得入籍 我馬上去 我都不想去 因為實在有太多商機 太多機會太好 只是那些購物店 因為之前我們很少走 例如大家有很多朋友 馬來西亞的朋友 在一起有聽節目的 你們真的千萬要握個頭 因為我讓你再跟你們說 你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國家 最重要的主要就是要防止那些保守主義 雖然那些保守主義 其實林康誠這陣子經常去找那些資料 環球看完醫生 我上個星期 我上個星期去看醫生 600多元 看那個咳 為何不在環球身上看 那咳起上來就紛紛不到 沒辦法 到現在還未去到600多元 香港看一看醫生600多元 三個藥 當然 三個藥而已 好了 那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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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 冒這個藥 內咳 雖 我不 tror 那咳 那個 那咳 BTS 在篤 那咳 那咳 再咳 上 好 那咳 這個 那咳 否则我看不到马来西亚的发展 尤其是现在有一个很可惜的手术 都太老了 说回我们从小到大经常见到很多军兰 英国的那些少 你以为是以前打北列颠吗 基本上它都没有什么艰队可言 从小到大我们看到特别是美国的军兰 经常会埋香港 当然陆陆续续有些国家经过申请 很多时候去到远东 其实都是摆在维港的 为什麽呢 去到远东是作为一个补给站 作为维修 亦是方便的 美军为什麽在越战之后 的而且确是戒卸了香港很多 当然他们也留了很多种 在湾西的苏士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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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香港交通航运发达 也是一个开放城市 其实 美国当兵是很人道的 因为现在没有人肯定当兵 是 所以很多时候 美国军方都会津贴 甚至乎请美军的家人 飞过来香港 在那几天里跟他们的亲人聚 即是相聚 因为这件事好像花了很多钱 但是令到军人的士气 是很重要的 你想想我把你弄出去打仗 随时 看不到家人就会死掉 你在心里最放不下的 可能是子女 父母 配偶 如果你说可以在这个中途站 香港那里 能够一序天文 那对他们整个士气作战 是差很远的 去到1997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有一段细新闻 这些是比较小的事情 不是香港关系法 其实那时候我记得 这些靠记忆的 香港政府是跟美国政府 签订了协议书 我忘记那些名字 是说美军可以继续在这裏 就是補级 所以在列根号 列根号当然要付 怎么到你不付 是行的 之前的陆续续 我印象中也有三四宗 特别是今年的一宗 今年的一宗 今年的我直接找到黄锋号 黄锋号 黄锋号是不让他们来的 那时候人都不是这么吵 当然了 中国警官走出来 香港就说 我们一过两世都不知 經官就說沒事 我們是逐彈審 其實這個是打毛球的 是不能逐彈審 要是簽了協助書 他們是可以繼續用的 他說case by case 即是等於馬海可不可以來case by case 你猜美國佬知不知 那時是貿易戰的剛剛開打 美國佬不出聲 在當時不出聲 是否代表他不想知 當然不是 再之前去到2016年 有一個叫史坦尼斯號的航空母艦 史坦尼斯號第八代的航空母艦 那時是甚麼事呢 你找回那期發生甚麼事就知道了 南海持續升溫 因為我們都說過 那時已經是我們在做節目 然後再找回2007、2008年左右 有一個叫小英號 小英號那時為甚麼呢 不關蔡英文時的小英 不過也關於台灣的事 因為那時美國賣了幾十億軍備防衛系統給台灣 於是芝蘭就說 不想讓小英號來 凡事種種 其實全部都放在那個身上 美國佬 我最記得小英號那次 因為那次是 那個新聞是花仔 因為花仔比較少錯出來的 這十年八年 報的 小英雄結果不想讓我進來 他還要高調地穿過台灣海峽去走 你說兩張 結果是怎樣呢 好了 烈根號 烈根號是現在當前 我對這些軍備最不認識的 那些要問問Henry 華丁城那類的人 但是據我基礎了解 應該是當前最強橫的一艘航空母艦 那個戰鬥群最強 只看戰機都知道 只看戰機 而且他們也是年輕的 2004年落水 2003年落水應該是 因為2004年烈根死 他是唯一一架以未過世的總統的名字來明明的 所以也看到 即使美國是民主黨人 也不得不佩服烈根 在那個時候 那前一批民主黨人 雖然交集也好 但是有時候只是看成績 看結果 真是倒楣了蘇聯 所以當年國會就把第九代的航空母艦說 多強橫 不知道什麼東西 那些 明明為烈根號 烈根號剛剛去哪裏呢 烈根號是在南海 沒錯 菲律賓的總統杜特爾說 南海是美國不能插手 南海屬於中國的 中國一點都不能少 整個南海 現在侵犯中國的領土 但菲律賓真的是契弟 杜特爾 他一方面打口 他就說 你想中國是我的大哥 美國不能插手南海 你不能插手南海 但現在他好像剛剛跟美國軍演 是啊 我看新聞 其實現在大陸 在菲律賓有些反對聲音 其實是好笑的 他民望不低的 但有反對聲音 為什麼呢 因為他整天招錢 西亞市的漁民有些特徵史 他都說 算了錢 招錢 甚至乎他說 如果你給夠錢我 我菲律賓做你的省都可以 那麽能夠 即是跟猴志強差不太多 但是原來兌現了 你知道 等於當年 去年特朗普去中國簽的協議忙碌 4千億都沒有想到 要兌現才能夠 原來兌現了一億多美金 那麽就是菲律賓那裏 是啊 所以菲律賓那裏說 屌你老母 即是錢不到位 你知道嗎 可能杜特爾也跟女友說 不想定一點 你這班糧牛雜米的 我談談了 你餘鹽佬 我談談了 大陸的錢一到大家分錢 但是錢屌你老母 到現在就一億多美金 屌你老母 不是說一契就一契就一契 但他現在把口仍然很想撐枝 很想愛中國 不過剛剛就在南海軍演 是 軍演完 屌你老母 列根豪來香港 你現在講今次的形勢 對比剛才我說的 屌你老母 是剛剛掀起的 牛逆戰的初階 剛剛說什麼 屌你老母 賣武器給台灣 又說什麼 屌你老母 南海局勢持續升 其實南海局勢都沒有到 屌你老母 搞到要軍演 最多就是用那些人去走走走走走 大家 你都不讓美國人來 為何你今次會讓美國人來 就是 即是離譜 是否上權育法 真是的 我真的覺得好想離譜 真是豈有此理 屌到你上臉 真的屌到你上臉 然後你看彭斯那些 帶放決辭 還有彭斯那些 一會再說 就說台灣金馬場那件事 到今時今日 屌你老母 中國人少 屌你老母 我沒有想說這件事 我應該要一群中國人 誰拿過金馬場來撕破他 打破他 全部都是降溫的 屌你老母 他以為自己是副總統 老實說 這個世界哪有副總統 這麼多人說 這麼多年 連名字都不記得 副總統 為什麼呢 基本上是隱形的 你說完完完完完完完 你想怎樣怎樣 你想一下 好了 當然 這些做法是合理的 為什麼呢 其實最簡單的做生意 最簡單的管治 事好 最簡單的管治 不是啊 我不說中國說美國 就是給個 No.2 No.3 No.4 去說 那些東西 是最簡單的技術 但是彭斯說完的事情 只要你特朗普 或者國務院不出來否認 而且第二次你再繼續說 共眾人仍然這麼囂張 那其實很清楚 上個星期 我飛去大馬那天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說過 我想你應該有說過 特朗普在白宮接受訪問 就說 我說收到中國有個 那些叫什麼 就是有個叫 櫃仔聖單 不要說櫃仔聖單 就是協議商量的聖單 讓步聖單 就說 為他們G20見面做準備 就是在說這些說話 那麼他真的很有誠意 中國 他這樣說 我真的看過CNN 他說 他有140幾項 很多 這個誠意是很大 就是因為他多 很大 不過我覺得他加了幾項 就更好 他沒有說明是哪幾項 如果加了幾項 我想我們會考慮 去舒緩 我很尊重習近平 我很尊重中國 即是廢話來的 那究竟是哪四五項 他沒有說的 但是這次又在另一項 又滲出來 是 不要說四樣 一樣都死 這些事情 我不敢證實 因為有幾個不同的報道 但是都不離我們說的 開放獨佈禁 什麼黨禁 又什麼 三權分立 他都說出來 你這件事真是光明的內政 中國一向是三權分立 為什麼他會說三權分立 其實這個世界上 理論上是三權分立 但是其實每一個地方的政治系統不同 都不一定 互相制衡 就是不一定說三權分立 為什麼他會這樣說呢 我想就是衝著三權合作來的 你說合作我就要做分立 吵你了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宗教自由 選舉自由 開放互聯網 答應世貿 答應的事情 那就是大膜 那些什麼金融 那些全部都要開放 要有這幾樣東西才可以談 那如果一兩樣可以不可以呢 正常以前我們從最初去判斷特朗普這個人 我也覺得他未必拿到這麼盡 可能我們七樣裡面 一兩樣都算 其實一兩樣都會死的 他這些東西 是 但是現在看款 他可能真的一兩樣都未必收貨 嗯 好了 但是我們看到的 那些藍絲 又說什麼東西 我們什麼東西 不想打 但也不想打 那你還要做過146個項的跪低清單 為什麼146項呢 因為我真的沒有心情看 他可能看 那些富裕 又不肯收取 即是很小的那些東西 那些鞋 那些鞋 那些鞋馬 我又給你們做 那類東西 是啊 但是這些意識形態的東西 現在特朗普就想到明了 那你沒有仇氣 那你怎樣 喂 沒有多少時間了 如果 真是埋不住的 喂 臉都不見得不行 就是 哇 那你真的很久沒有票 因為他試過嘛 那兩個人是難說的 是啊 臨時說不去 他試過嘛 或者去完 不歡而散 我估計 今天是21號 其實下個星期就去 下個星期見面了 是啊 正常來說 我也不知道怎麼猜 因為習近平 你說他貴會不會貴 他又不能貴 現在我想習近平面對的情況 就是那些老鬼 就好像當時他對梁振英這樣說 不准鎮壓 不准流血 但是又要解決那個佔領 是 現在就是說 那些老鬼就是 不准跪低 不准讓步 搞定美國人 是 那你怎麼搞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可以怎麼搞 殺了些 殺了些老鬼去 我真的不知道可以怎麼搞 Anyway 我剛剛 我沒有怎麼聽節目 走昨日還是前日 我聽過一節 恩先生 我老朋友 恩先生說 就說西 就是說新疆 我等他再說多些先 還是他收消息 還是他沒有看 我不是說一定共產黨 或者現在蘋果 或者外面那些報道 新疆的人權情況 是這麼惡劣 但是一定不是這麼好的 但是聽他說 他說他收的封 或者他聽見說 就說只不過是想他們做一個國民 我想大家都解僱他 我真的很難認同 如果大陸那些 一定會引惡陽善 沒有可能的事 沒有可能的事 不過你說 如果共產黨 你相信他會對那些 異族人 異見分子 或者他覺得有機會 不聽話的人 好 你信不信 就是這麼簡單 Olive 和Tommy 說 Tommy說 想奪Trump權 不可以這樣奪權 美國這個制度 你共和黨 你想要談談他 你有機制 但是 要這樣說 如果明年 你如果沒有大不了的事 好像今天 第二個就是可能不太行 對於特朗普來說 就沒有什麼事情 他的美女 又不太行 又不太行 又有電郵 做私人的事 那些事情 但是這些事情不太行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 新的事情 你共和黨 除非或者是 特朗普 你看他的臉色好 如果特朗普 你下屆 我想你共和黨 不會燃掉特朗普 連任 就是 在哪裡代表 不是 他想了彭斯 彭斯 可能是未來的總統 是 為什麼呢 特朗普連任後 再收拾彭斯 嗯 你們也不奇怪 好 休息 立即上 www.mihk.tv snatch yummy 換領潮牛裝 著數優惠 那